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 诗篇四十二篇第八节 诗人说 白昼 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 黑夜 我要歌诗祂 愿我们存欢喜的心 天天灵粮受神活泼的道 每天在各自的灵修生活中 与主相遇 经历主的同在 与引领 今天 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当孝敬父母 我们思想当孝敬父母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 以夫所书第六章一到九节 以夫所书六章一到九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主我愿单数你 我的主我心爱你 我的主我恳慕你 愿你爱而吸引我 使我心淡淡爱你 哦耶稣我需要你 愿经过完全数你 愿你爱而吸引我 使我心淡淡爱你 哦耶稣我需要你 年经过完全数你 愿你爱而莫照我 使我心全然数你 好 我爱你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以福所书第六章一到九节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你们做仆人的 要惧怕战精 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要向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 好向服侍主 不向服侍人 因为晓得 个人所行的善事 不论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 得主的赏赐 你们做主人的 但仆人也是一礼 不要威吓他们 因为知道 他们和你们 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他并不偏待人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以夫所书第六章一到九节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 揣记记 二十章十二节 揣记记 二十章十二节 经文说道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女神 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揣记记 二十章十二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揣记记二十章十二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女神 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 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当孝敬父母 十节当中的前四节 明显是关乎 我们向神 所当今的责任 有人就此认为 从第五节起 是论到我们向人 当今的责任 第五节 吩咐我们 要孝敬父母 然而 有学者以为 连第五节 也是涉及 人向神 当今的本分 因为父母 是神权威的代表 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神对人 两方面的诫命 就各占五条了 使得保路认为 孝敬 其是在主理顺服 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主所喜悦的 新约圣经是 违抗父母 为社会解体的征兆 然而 父母的权威 不是绝对的 在特定的文化中 这权威只在被视为 在孩童身上有效力 另一方面 如果子女 有义务孝敬父母 父母对子女 也有当今的责任 就是不要惹 他们的气 或者激怒儿女 那要 按照主的教训 养育儿女 所以是互相的 在西方社会 人们寿命延长 人口老化 造成越来越多 老弱者 被儿女忽略 遗弃的悲剧 中国传统文化 是敬老的文化 保罗一经 警告 人若不看顾亲属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 更是如此 保罗针对此事的发言 是每个信徒 都当勉励遵行的 退居旷野 采集玛纳 丰富灵粮 为养煮羊 旷野玛纳 孙大中主持 今天我们思想 当孝敬父母 这个题目 书一几季二十章十二节 新闻说道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女神 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这是第一条 对应许的诫命 应许什么呢 应许 照神的吩咐 孝敬父母 能使自己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世界里边的第五节 这条界面的延伸 就是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 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要照着神的命令 尊重 在上有权柄的 并善待在我们权下的人 父母是孩子 敬重权柄的基础 彼得解说二章十七节 彼得说 勿要尊敬众人 亲爱教众的弟兄 敬畏神 尊敬君王 从我们出生 在我们之上的第一个权柄 就是父母亲 十节当中 人伦的关系首要 就是当孝敬父母 早在中国儒家提倡孝道以前 一千多年 圣经早已经把孝敬父母 明令在世界里了 立位纪十九章第三节 神说 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 一幅所书六章一节 保罗说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诸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当耶稣十二岁 在圣殿里的时候 玛利亚和约瑟 急匆匆地 在圣殿里找到了他 遇见他在殿里 坐在教室中间 一面听 一面问 玛利亚对耶稣说 我儿 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 看哪 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 耶稣怎么回答呢 耶稣说 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 我应当 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路加说 他所说的这话 他们不明白 因为这是主耶稣 以神儿子的身份 在圣殿里讲出的 神性的话 他从父出来 到了世界 他来是要 以父的事为念 遵行天父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主耶稣用他的神性 对地上的人说话 约瑟和玛利亚 一时不能明白 以后 当耶稣出来传道时 在加拿 有取心的言习 耶稣和门徒 也被请去 中途酒用尽了 玛利亚 先发现这件事情 就去找耶稣 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 夫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好像对玛利亚 很不礼貌 因为这也是耶稣 用神儿子的身份 讲的神性的话 要玛利亚知道 他在行神节之事上 人是没有份的 不能干预 耶稣告诉玛利亚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主耶稣 道成肉身 在地上做人的时候 为我们立下了 顺从的榜样 他以天父的事为念 仍然尽孝敬父母的本分 约瑟和玛利亚 遇见耶稣在圣殿里 路加说 他就同他们下去 回到拿撒勒 并且顺从他们 他母亲把这些的事 都存在心里 当主耶稣 申玄十架 受尽凌辱的时候 仍然关心肉身的母亲 玛利亚 把他交付给爱徒约翰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 到二十七节 约翰说 耶稣见母亲 和他所爱的那门徒 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 看你的儿子 又见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 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耶稣自己在受苦的时候 依然看顾亲属 今天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看顾呢 做儿女的在未成年时 要尊重父母 长大之后 要奉养父母 这是人伦的首要 中国古话说 百善孝为先 不可因为错误的遗传 废了神的诫命 中国文化把孝和顺 连在一块 圣经是把 敬这个字 honor提出来 作为孝的核心 顺就包含在 敬里头 当你敬重父母 仰慕他们 那父母亲的话 你自然会听从 因为敬里边 是带着爱 如果只要求顺 那可能是出于 勉强被动 真言二三章二十二节 所罗曼说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 也不可藐视他 在高龄化的社会里 这些经文有显重要 对父母长辈 永远要有合一的尊敬 立贝纪十九章三十二节 神说 在白法人的面前 你要站起来 也要尊敬老人 又要敬畏你的神 我是耶和华 歌路西书三章二十节 保罗说 你们做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虽说 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 但我们必须承认 父母终究不是完美的 父母亲受限于 他们的经验 和成长背景 可能会有错 圣经不主张余孝 而是明确指出 在主理听从 为顺的范围 划出了界限 反违背良心 法律和道德的事情 虽然父母亲 邀请我去做 我也不能做 因为将会陷他们于不义 以夫所述六章四节 保罗说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 养育他们 也给父母亲 在儿女身上的权柄 划出了界限 做父亲的 不要激怒儿女 而做儿女的 在父母尽当尽职责时 不可轻慢 轻慢父母的 必受咒诅 这是申命纪 二十七章十六节的警戒 曾子说 孝有三 大孝尊亲 其次不辱 其下能养 在曾子看来 孝有三个层次 最高的层次就是 从内心深处 尊敬父母 所罗门说 你要是父母欢喜 是生你的快乐 千万不要让父母 看你的脸色 让他们心里忧愁难过 揣及记二十一章十五节 经文说 打父母的 必要把他致死 揣及记二十一章十七节 经文又说 咒骂父母的 必要把他致死 这是逆轮的事情 真言三十章十七节 亚古尔说 细笑父亲 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 他的眼睛 必为骨中的乌鸦 啄出来 为除鹰所吃 不孝的儿女 在神眼中 是受咒诅 曝世交也 不得善终的 真言十九章二十六节 所罗门说 虐待父亲 拈出母亲的 是宜修至乳之子 真言二十八章二十四节 所罗门又说 偷窃父母的 说 这不是罪 此人 就是与强盗同类 今天有些所谓 啃老族 只为自己的舒适 不但没有积极上进 报答亲恩 反而让父母亲 继续为他辛劳 这是没有善尽 做儿女的本分 有一个儿子 母亲老了 儿子收入微薄 养不起年迈的母亲 就决定把他背上山 遗弃在深山 傍晚 儿子说 要背母亲上山走走 母亲吹吹地爬上他的背 儿子一路上都在想 爬高一点 再丢下他 到了高的地方 他在想 再往深一点的地方走去 在山上里 他把母亲丢下 他一面走 一面回头看 发现 他母亲在他背上 偷偷地 网路上撒豆子 儿子很生气地问他 你撒豆子做什么 结果母亲的回答 让他泪流满面 母亲说 儿啊 我怕你一个人 下山会迷路 这就是母爱 到老一人 蒲公英 刊载过一篇短文 那是什么 是一则小故事 阿强的母亲因病过世 留下他照顾轻微失智的父亲 这天早上 他陪父亲坐在院子的长椅上 阿强专心读着手上的报纸 父亲 则四处望着 园中的花草树木 突然一只飞鸟 飞到枝头上 父亲问道 那是什么 阿强望了一眼 说 是只麻雀 然后继续看手上的报纸 父亲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 鸟儿飞到草地上 父亲又问一次 那是什么 阿强看了一眼 有点不耐烦地回答 刚才说过了 指着一只麻雀 不久 鸟儿飞起来 父亲再问 那是什么 阿强更不耐烦 粗声回答 麻雀了 你听不懂吗 是麻雀 阿强瞪着父亲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 望着树上的鸟儿 再次开口 那是什么 阿强开始咆哮 为什么要这样呢 跟你说过多少次 难道你都没听进去吗 是麻雀 父亲站起来 默默地走回屋里 阿强感到非常沮丧 他也不想这样对待爸爸 但爸爸生病之后 经常重复说同样的话 真让他很受不了 当年晚上 阿强心烦意乱地 整理父亲的衣物 意外地在衣柜里 发现一本很旧的日记 上面写满了父亲的字迹 阿强随意翻着 突然目光停留在其中一篇 今天阿强满了三岁 我们一块儿到公园玩 看见一群鸽子 阿强对什么都充满好奇 我算了算 他总共问了我12次 那是什么 而我也回答他12次 那是一群鸽子 回答他重复又重复的问题 我一点都不生气 因为他是那么可爱 是我的儿子 阿强和尚日记 泪流满面 他走进父亲房间 紧紧抱住他爸爸 弟兄姐妹 要真的父母在世 积极地报答亲恩 圣经要求的是 生前尽孝 而不是死后祭拜 在父母亲在世的时候 积极地表达 对他们的尊敬体贴 付出爱的行动 要有好名声 让父母亲感到光彩 欣慰 不要因为作恶犯罪 让父母蒙羞 害他们在众人面前 抬不起头来 真怨第一章八到九节 所罗门说 我儿 要听你父亲的训惠 不可离弃 你母亲的法则 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划冠 你向上的金链 许多老人言 对你的人生 有很大的帮助 听话的孩子 总是会给自己带来益处 不要只说 啊我知道了 要晓得 藐视训言的 自取面亡 敬畏 诫命的 必得善报 神借着敬请的父母亲 给你的教导 就像一盏明灯 能使你看得清楚 不致做出 有损自己的事情 在世 也就容易长寿 罗伯丁父母的劝戒 藐视父母一切的责备 必吃自己的果子 充满自设的计谋 古伦神父 在他的书里 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很好 他说 生命是需要传承的 参与父母亲的智慧和经验 用尊敬的眼光 看他们所成就的一切 以及奋斗的人生 能让自己受用无穷 愿主帮助我们 喜欢遵行他的一切诫命 并领受他所命令的一切福分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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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教权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灯火》 《你的话》 《是我教权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灯火》 《当我心惧怕》 《迷失了方向》 《你等在我的身旁》 《已经我心见你》 《你痛在一切密》 愿求祢永远长同在 你我是我教杰的能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我是我教杰的能 又是我路上的光 我永不忘记在黑暗中徘徊 祝祢的爱来寻找我 耶稣引领我跟随你的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从内心深处爱父母 因为你借着他们 把恩情带到我们生命中 求你加添我们力量 说我们给父母亲足够的物质供应 贴心的照顾 让父母活得有尊严 有光彩 主要我们也知道 唯有认识你才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因为只有你才能给我们 真正的盼望和喜悦 帮助我们趁着父母亲 还在世的时候 把福音传给他们 带着他们归向你 这是他们能蒙受的最大的祝福 主要在天友中间 他们父母亲有许多 已经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特别需要从你来的爱 愿你在孝敬父母 看过亲属的世上 加恩加厉 说我们能照着你所喜悦的去行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它是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它是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情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必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习 虽然心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